好,这个金城山,对吧,下一次你发过来的时候,在这里序名一下,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案例啊,在谁几个次,谁一句话就行了,比如说第三阶段,第一个案例,你又给我写上来,然后我下载回来,我才知道把这个沙发放在哪个位置去,要不然我的案例再多了,案例再多的话,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案例,然后又到处去找,找半点还找不到文件在哪里, 好吧,序名一下,第几阶段定哪个案例啊,OK,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呃,这个最好是给了一次沃迪明华,你这个没有给沃迪明华,解除一下,可能忘了,这个问题不大,给个沃迪明华就好看多了,但是, 很明显的,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一条硬边,然后从中间这里感觉是凹了下去啊,所以这个它不是很饱满的一个色面啊, 包括这里,也有一条,这样的,中间感觉是凹了下去啊,这里有两条硬边起来啊,所以这个,呃,说的不是很完美啊,所以呢,最好是选择中间这边,你从这个色面上看啊,就可以看得到,它很明显的,苦解的度不够,所以呢,稍微,把它往上拉一点点啊,包括这里的顶点, 你选择这里的顶点,对吧,呃,这里还缺少了一点啊,稍微往往上拉一点点,好,大概是这样子,要中间这位置稍微拉起来一点点,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它中间才会鼓起来,才会显得它整个饱满啊,整个缩垫要饱满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圆底的家具嘛,圆底的家具肯定是,要饱满一些才好看,稍微出来一点点,好, 你选择一次沃满满满满满,你看啊,但中间就没有了那条凹进去的那条缝,这个边缘这里也过度的比较完美,是吧, 然后这个位置还凹了一点点,那么等于这边,这边没有把它弄拉起来,这边凹了下去,所以要把它拉起来,这点也稍微拉起来点,好,再给一次沃满满满,那,那么在这个位置就,看起来稍微饱满一些,这里也是啊, 绳底的往上拉一点啊,好,这点也再回去一点点,OK,这样就看起来就比较合适一些,要到这边,这边也是一样啊,稍微拉起来一点点,稍微拉起来一点点,好,让它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弧度,慢慢的啊,这样弧过来, 这样的话它才,才能够读出它这个,饱满度啊,这样看起来才会鼓起来,要不然像刚才你那个就,中间就凹了下去啊,那样就不好看了,OK,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板子的啊,板子的没有什么问题,都做得挺好, 好,这里没有什么带大的问题啊,嗯,这个也挺好了,下面这个狗最好是把它封甲,封甲,要不要很多次后, 做效果读之后,下面你没有封甲的话,下面有可能会漏光,而且没有阴影啊,封甲的话,它下面地面的阴影就比较明显一些,好,后面都没有什么带大的问题,都做得挺好了, 这里,你应该是缺少了一条改变线在这里,加两条改变线,然后这里就不会显到这边这样歪歪扭扭了。 下面这里也缺少一条改变线,要不然它就会出现这种歪歪扭扭的状态,这不是很理想。 这位置,看到没有,这里有很多个三角面,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多三角面。 可以把这边移除掉,让它变成一个四边面,一个面有四条边,就是四边面。 我们建模一般都是以四边面为主,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四边面。 尽量不要有这种三角面,三角面越少越好。 而且也不要有这种五边面,一个面有五条边,尽量不要有,五边面也是不好的一种效果。 四边面是最好的,四平八稳,对吧? 好,在这里,要增加一条改变线,两条改变线,卡在这边。 好,这边给它移除掉。 然后下面这里,再增加一条改变线。 要往上拉,卡在这边,射的改变线稍微往再压一点点。 好,然后给一个温流米滑。 你看,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的布线是没有像刚才那样,被扭。 色彩是比较完美的一种状态。 OK,就扎这么一点点而已。 其他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也挺好的。 这里你用切脚的方式,你忘了。 你这边是切的脚,但是中间这边你没有切脚。 是不对的。 所以你漏掉了一条线,色的线也要给它切脚。 包括色的线也要给它切脚。 都是旋角的位置,旋角的位置一定要切脚。 你上面这里的硬边旋角位置,你已经切了脚。 但是里面这里,你为什么不切脚呢? 是不是?这里也是旋角的位置。 像过来,到这里下来,这个顶点就是旋角点。 旋角点就一定要切脚。 所以,你这切脚不完整啊。 记住一定要完整切脚。 所以你切脚个3,下面给两个边就可以了。 这样的不是挺完美的吗? 所以,不要忽略掉这些细节啊。 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 选择这些细节面。 因为,你切脚之后,它这里有一条阴影在这里啊。 反正觉得这里不够完美啊。 所以呢,要给它,对它进行一次, 选择这边。 选择这边。 给它连接两条线。 搞 orange,是two足它被改变线。 好 要按耿着键锁的面 过大一下 耿着键锁 反选 要再收缩一下 收缩到这里之后呢 再给它刹用一下 包括下面这里啊 加上面这里 和上面这里 好 这样之后我们给它刹用一下 刹用个一 大概跟这边一样大小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刹用这边之后呢 它这里就没有了刚才那条硬边 就没有了刚才那个影子啊 刚才这里有一点很明显的影子 影子啊 你刹用之后就没有那条影子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这一季节非常的重要啊 好 你要这位是 这位是 过渡的不是很完美的 应该逐渐的缓下去啊 所以这里出现了一条很硬的边在这里 那么证明你这里的布线 这里的布线线 线段稍微有点多 可以减少一些啊 那这位是 你这里布线 三条边连在挤了 这里布线在密了 所以这里才会产生这条硬边 给渡的平滑之后 这里有一条很硬的边在这里 所以它过渡不是很完美 应该逐渐的缓下去啊 所以不应该出现这种硬边 那么就得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往这边来 拉过来 这些 最好是 像从前画一条线算了 好 这边也是啊 把下面的顶点 往这边拉 高进一些 好 要这边都可以不要了 对吧 这边都可以不要 好 要这边 再从这里 连到卡边线 这样拉起来 用绘式连接 要把这边移除掉 这位是 好像多了的边啊 移除掉 这个搭线掉啊 然后你这边 刚才不是有一条硬边吗 你在这里给它合并掉吗 全这两个边合并掉 这里其实也可以合并掉 这里合并掉就可以了 这里合并掉呢 这边就可以不要 这里搭线掉 这个顶点拉过来 要这边 给它移除掉 这边移除掉 这边移除掉 好 给它左右对上一下 对上过那边去之后 把这边给移除掉 移除掉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它这个位置 还是会有一点点 那么选择这边 给它摄置留下 摄置留就可以把它压下去 摄置留下 压这边 也给它摄置留下 好 现在看起来就比刚才要好很多 就没有那条很硬的边 对吧 所以要 要学位去 看这些问题 认真去观察它 这个模型有没有问题 好 你这个位置 这里形成一个三角面 不太合理啊 那应该这样过来 要把这边移除掉 要让这条线 一直顺过这边来 不要在这里就把它卡断了 像切断波子一样啊 所以这样 那做出来的效果是不理想了 尽量的啊 要让它舒缓 所以线一定要舒缓 不要拐弯过急 然后 到时候做出来效果都不理想了 好 现在给个温暖米花 就比刚才要好很多啊 对吧 所以这个布线一定要 要把它做好了 像这种位置啊 这里变输了 这里变密 变 不见得密了 最后 你这里感觉这条线有点歪歪扭扭了 像水蛇一样啊 尽量的要把它稍微调的 匀胜一些 你不要凹着下去啊 你不要凹着下去啊 凹着去就不好看了 这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啊 细节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感觉就比之前要完美很多啊 好吗 大的绳底上来看还行 这些绳头也做得还好 还不错啊 休息一下这些小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啊 包括你这个高枕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这个高枕 这里你旋转过来的时候 会发现这里是凹了下去 然后这里就督了起来 这里就督了起来 它形成了三条线在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你看到它是有点凹凸不平的感觉 这里一端黑的 这里一端黑的 然后中间凹了下去 又变成一个白色 证明你这里不见有问题 不见不够匀正 不够均匀 当然这个弧度 弧度 你做的它不是弧的啊 它中间你 你这个弧你是像 像过去 那么它就 出彩效果就像了 就不好看了 弧度一定要 像弧过去 大家好看了嘛 你这部线肯定是有问题啊 这里 你都已经把它搭线为可别人都不行了 那么这么密的部线就不好改了 不方便去修改了 所以你在还没确定 你的摩托造型之前 不要去把它搭线掉 一定要保留 原来的部线啊 你搭线掉之后这么密密麻麻的线 就很难去修改了 这个没办法去改了 好吧 你就像这边这样 这样就可以去修改 像这边这样密的就没办法去修改了 这个位置你自己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看 你这里不线就不均匀了 这里的线段拉的这么长 这条线拉的这么短 一长一短 所以到这里就不够完美 就形成那种咯咯咯咯咯咯的效果 你要保持这里的每一条线段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那么做出来的弧度才足够的完美啊 就不会产生那种咯咯咯咯咯的效果 你在这里给他画一条弧线 拉上来 重新画一下 不要打开这个2.5为普说 从这里 好 稍微画一条弧线 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你看 你这个位置很明显的嘟了起来 对吧 然后他应该从这的跟着这条弧线这样守 是一条很完美的弧线 所以你没有对比是不知道你这个错误在哪里 所以应该把这顶点 拉下来 对着这的弧线上面 稍微全算一下 拉过这边来 尽量的让他 线段布线要均匀 要匀胜一些 包括这边 你这里要变窄了 这边就变长了 对吧 所以他这个就不够完美啊 你不懂的话 像这种弧线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 你自己做出来的弧线好不好看 那么你就画一条弧线 删搞一下 稍微对 对击一下这里 要是个顶点 拉下来 不要搞一条 突然飞出外面去 这样的弧线都就好看了嘛 包括这里 稍微调整一下 这里你还追了一条卡片线 追了一条线 然后你选择这个位置 收缩下 全这边给色情留下 也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再给色情留下 好 像这种位置 稍微往上底一点点 让它变得很饱满的 一个弧线 OK 包这边 设置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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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样的就好看多了 对吧 像这种顶点 要这样拉出来嘛 这种位置 调好了 现在去修改 那么这个弧度就比较完美 你看 这个弧度没问题 又到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你也没有把它戳好 下面这位置 又凹了下去 色的弧线的应该是 这样聚集弧下来才对的 看你还在饱满 然后你中间又凹了下去 这个不对的 你从这位置拉到下面这里 有一丁点的弧线的效果 对吧 好 下面这里你从这里再来画一条弧线 再画一条弧线 稍微拉出来一点点 要形成一定的弧度 让这个弧线变得完美一些 然后你再选择下面顶点 拉出去 把它对击到这个弧线的上面 你看 这样的话 这个弧线就是一个完美的弧线 要变得就像 像个水蛇一样 凹凸不平的 该弧的地方 把它拉弧起来 像看你你整个 高点就显得比较饱满 OK 那么这个位置 到这里你可以增加一条弧线 然后给它设置留下 让它顺着这个弧度下来 然后再选择边 给它设置留下 下边设置留下 再设置留下 对吧 下边再设置留下 一定要记得设置留 我之前有交过设置留 在这个石墨工具里面 这里有个设置留 点击一下 我使用的是快键 不懂的话 下去看我的基础教程 好吧 在里面我都有讲过的 好 你看 这样调整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弧度 这里呢 我是用了两个弧线来对比 上面这里一条弧线 下面一条弧线 两个弧线一对比 那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弧度的一个状态 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呢 就比较的完美啊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去学位去观察 说好要反复检查你的模型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么这个我就不去说太多的讲解 我示范一次 然后你自己自己再去那个学习一下 再去看一下怎么地方有问题 然后你再去做做调整 好吧 OK 你看像做的这个就非常的完美了 好吧 OK 那么这个呢就讲到这里啊 你自己再去学习一下 好 下次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其实大的城里做的还挺好了 做的还不错 继续努力 好吗 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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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